這場戰爭, 在我命運裡 是不堪回首的劫難 吊吊了, 誰知道? 大個餅這麼小, 怎麼分? 我們的目的是要做大個餅 大檔, 自花檔, 天館, 開啟一檔 我們就算了 無牌的, 就在這裡掃除 你不拿也沒用 你不拿, 他們會這樣給你 因為聰明人, 不是要知道做什麼 是要知道什麼不應該做 有事不能萎縮不前 上頭留下命令, 叫我們千萬不要受惡 香港的地產金, 有本事就是大債 你說得這麼清高 那現在那個白豪, 它不是賣白粉的嗎? 我家就叫阿賀警罰 單能不能叫大家警罰到大股價 調價你畫的嗎? 我們不想住在一個城市 在你家裡要把火藥捕 把火藥放在你家裡 是我不敢, 是我不敢 是我不敢 為了它, 你還可以付出多少? 很棒, 今天我又有機會跟Philip聊天了 上次我們就很開心, 因為《搭血尋梅》親自來了多倫多 那在亞洲電影展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 雙方很掛念你 實在是非常掛念你 我也有掛念你, 我記得你有跟我們 等一會都會問到這些問題 我記得你中間也有跟我的訊息說 為什麼那部電影什麼時候都看呢? 因為你可能聽過這部電影 都已經拍了很久 還有它應該就快上了 這樣, 但是也因為一拖再拖 其實可能你給我訊息說 可能是一年多兩年前的 都已經是, 等完又等 這樣 是啊, 沒錯 那不如就問這個問題先 為什麼會等了這麼久 我們才有機會見到你這個 吐心力血的歷作呢? 因為我在2015年 當《搭血尋梅》上畫之後 很多投資方都紛紛找我去拍 看我們的新戲 那當時其實 那個市場是很輕盛的 就不像現在的音樂也都被疫情 或者也都被市場很多不穩定的事情打擊 當時其實很多熱淺 我們說的市場裏面 就是大家很多時候都很想找導演開戲 很想找一些天王巨星拍戲 那我也都可以很順利地 跟一些很好的演員去談好 要拍《風仔喜事》這部電影 但是當我們2017年完成了這部電影之後 我在2018年的時候就全力去趕制一個後期 我們就準備2019年上畫 但是正不考的時候就遇上2019年的社會運動 香港 那時候電影局 包括內地很多的領導 會覺得這部電影是很敏感的 他的敏感不是說他直指這些事件 而是他會引發香港觀眾一些複雜的情緒 他們覺得不應該有任何的電影 香港觀眾或者香港市民的情緒在那一刻 所以他們會很保留這部電影的上映 其實他當時都說內容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他其實都有 雖然有要我們修改 但其實他們覺得最主要是上映的時機 這是我們覺得原來有這樣的事件 到了2019年之後 2020、2021 其實都有很多預波 然後也有另一個更加大的困擾我們就是疫情 因為疫情令到不單止香港的電影院 等待可能上面的一些 就是某些局的換屆 然後又要等待疫情的過去 疫情過去之後 就是要等待某一些 比我們更加商業的電影上映先 在這裡排隊 我們又要找一個時機 然後疫情也都反覆 也都有風控 所以很多事情令到我們 在一個完全不可預知的情況之下 終於今年這部電影才正式上映 但是真的千呼萬喚此出來的時候 是完全值得的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我看了你知道探長戲的 我們在香港的探長戲 是沒有一步做你的研究 是做得這麼好 我是真正正看到每一個探長 他的什麼出身 他的面對什麼困難 而令到他成為某一類的人 我覺得是很棒 雍之光從來的角色營造 都是101分 我真的看到 我未曾見過呂樂 藍光他們是這樣的 但是你怎樣會想到 用真正用你自己的方法 去抹走以前的探長片 那些不好處 而擺入自己的元素 令到我看得這麼開心的呢 其實我這樣說 就不是說不喜歡這部電影的人 是沒有質素的 不過我真的覺得你是一個很有質素的觀眾 因為我不需要拆你鞋 因為我們彼此叫相識 例如我們曾經 我來到的時候 帶我去談電影的時候 我覺得一個愛電影的觀眾 他會去看到這部電影給你一種 即是新的一種東西 可能是他的情懷也好 或者他一個新的一種表達電影的方法 或者甚至乎這部電影裡面 包含了我對香港也好 或者作為影迷 對很多電影的類型 包括你在電影裡面 你會看到其他電影的影子 不是王家維 不是真的不是王家維 有很多東西的 包括以前我們看五六十年代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以前五六十年代香港那些粵語片 其實很多的歌沒有 包括其實都是抄 不是抄 都是取材自一些 好像當年五六十年代的一些 荷里活電影 或者一些歐洲 或者法國電影的 所以變成了整部電影 都是一個很多的形式 去表達一個 剛才你所說的 其實就跟以前那些 比哩白行槍戰不同的 就是其實我們說的一個情懷 就是香港以前 舊年代的情懷 還有一些 當然也有包括到氣說 就是說其實 香港人當時很多絕處浮生也好 或者你說他很多機遇也好 其實他們很多心態上 也都很多是refer to 一些真實的人物的 例如你看到劉遜 以及吳卓熙 他們演的兩父子 其實是你refer to 某一個用數目字來作為堂口的 某一個黑社會的真實的人物 是在廣州保華路下來的 是開中立派的 那你又會見到 泰寶演的那個 阿呂樂的那個姑掌 他是某一個新字頭的 一個堂口的人物 你連姓什麼都知道 後來有做電影的 他們家族的 你會覺得很多這些真實的人物 其實是串連著一部電影的一種時代感 還有就是當時那個世界是這樣 就是你會見到有些這樣的人 然後那個世界就會有這樣的氣息 其實是一件這樣的事 那在一般人想著60年代的 就是你所說的那個世界 我告訴你100%不是你的電影裡面這麼漂亮的 每一部電影都很漂亮 然後當然美化了 美化了但是美化得很好 忽然間Jean Kelly 她的聲音 in the rain 那樣的 就是過後成員再歌再舞 那你會想到 你放些這樣的東西進去 你想到而已 是不是 那不是每天都想到的 你想到這麼棒的東西 令到整個電影的氣氛 是串連得到 但是又沒有令到覺得 為什麼會掉了呢 但是又可以更加強化 令到我更加喜歡這部電影呢 我就沒有性別定型的 不過我必須要說一件事 就是大家沒有想到 其實我也很意外 其實女觀眾更加喜歡這部電影 包括她的情懷 包括她的一種 你所說的那種唯美 就是可能我 雖然我們的美術非常巧夠 因為我其實都很拒絕用CG 就是我很多時候的場景都是改造 然後就重建 那有很少部分的CG 是因為實在的範圍 或者我們沒有辦法在實景裡做得到的時候 那就會有少許CG 但是我們很多都是用實景去改造 所以你看到現在還原那六七十年代的感覺 雖然是美化了 但是你會看到有很多那個年代的質感 我記得我在香港做完一場放映的時候 有一位接近七十歲的阿姨 她就是拿著拐掌 她一看完之後 她是過到來她和我說了很多她對這個電影的看法 哪一條街哪個位 她見過那裡是甚麼 然後她曾經經歷過甚麼 她和我分享了很多東西 包括她說她最喜歡的部分 就是那個手電筒裡面放了五元的銀 就是她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有情懷 而且她完全回到以前 她跟我說了我很感動 因為她拿著拐掌的人 我還記得那天因為分享的時間有限 她還問我 她說導演你甚麼時候還有一個電影的分享 我會再來看一部電影 再跟你聊一次 我會再問你 就是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你會看到原來這部電影 跟以前我們的搭血尋媒也好 或者剛剛我監製的正義回流也好 是很不一樣的 就是她的年齡是那個闊度很大 雖然他們可能不是經常會進戲院的觀眾 但是你會我去借票或者戲院的時候 發覺原來都有一些上一年多的觀眾 對香港是更加有更深的 更長的時間的情懷情感的觀眾 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感受是更加深的 至於你說美化或者甚麼那部分 或者唯美那部分 很簡單 其實五六十年代我都還沒出生 就是我覺得這種別人跟我說的香港 或者我想像的香港 是很美好的 是好那些叫甚麼 就是一種距離感的 對我來說是浪漫的 就是覺得好像以前在我們 我的長輩跟我說回以前的故事裏面那種 就好像郭富城內梁朝偉說那個 就是故事裏的人 說故事裏的人 其實是一種很故事感的 他一方面是有寫實的刻畫 也都有很多的研究基礎的東西 但其實是浪漫的 因為那個就是一個已經逝去的時光 浪漫得來有很多悲劇的 我真的想問你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其實藍光是否真的被日本軍欣賞 而真的欣賞到要他放棄他父母呢 當然不是啦 當然不是啦 因為人物我們知道他需要很多黑暗的故事 其實是建立他的更加多的一個面向 你知道我也有這次忍的 所以其實我剛才也說了 有一半這個角色都是氣說的 因為藍光其實也有很多情的人 他也有很多老婆 以前是合法的 五六十年代的時候可以多訪的 所以其實他是很多老婆 他也有很多風流往事 並不是好像我們一見到這個藍光那樣的心情 所以其實裏面有很多氣說的部分 但是那個氣說 也是因為我做研究的時候 我發現了一件事 原來講四大參長和當時黑白兩度的人 原來很多以前我們聽過一些已經是流傳辱 以及我們已經是根深剃固的東西 原來都是假的 因為原來當我們跟某些上年多的人談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們的記憶模糊是甚麼 他們會在不同的人 會跟我說不同的版本 所以原來四大探長 或者當時黑白兩度的故事 原來我們從小到大聽的東西 都是真真假假的 因為他不是一個歷史正式記載的一個人物 因為他們真的只不過是當時警察的幾位探長 我們現在巴閉就叫做總華探長 但是其實他們真的不是一個有正式的歷史記載的人 沒有人會記載的 只會是一些以前的公仔書 以前的八卦雜誌 以前的形式的八卦雜誌 一些聶奇書 或者一些報紙 大家都是寫一些氣說的文章 或者我們上年多的朋友說他們知道的東西 其實他們都會聽回來 就變成原來有很多版本 我們就覺得這件事挺有趣的 變成原來創作空間又很大 只需要我抓住他幾樣東西 我就可以把這個角色寫出來 你感覺他是那個人 但是同一時間我又會用了很多 因為我需要服務這個故事 還有那個世界我想要有這些東西 例如一個例如南岡 需要在打字機和槍之間的選擇 其實這個是講香港的時代 大家都明白了 知識分子為什麼要想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一種 我借了這些人物來講 一些香港心跡的一種方法 但是熟悉你 其實我由《搭血尋梅》 變成了你第二部電影 《搭血尋梅》時完全是跳了幾個 corner 那的時候是看到你是一個 新年代持 finer得更衡 就是新生出來的演藝 有漸路途過去的大師 但是 progressing跳幾個級 你要處理一下的 samples 不只是一個大明星 而是整群大明星 你要處理一下不是很簡單 不是很貴的一個場景 你要處理很多豪華的場景 褲子的。那衣服 整個製作品設計 每樣東西都是完全搭配一倍幾萬倍 是的 你怎可以一夜之間這樣說 真的不是 literal 跳升到但你又這麼成熟 一點都不覺得你第二次做 master 的這麼好 起碼我覺得大家對於我的期望 或者對於這部電影的一種看法 相信你會聽過或者看到一些都蠻複雜 他不是所謂的平地一聲雷 他甚至乎和答別沉迷都不同 因為答別沉迷的人都會覺得很promising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正面的看法 但《風雷》什麼時候出來 亦都因為這幾年的政治風向的問題 例如他們對合拍片是會有個卻步的 又或者是對於我之前曾經說過 譬如張婉婷導演 他可能不過是做錯了一件事 大家不要把他置諸死地 結果他們想連我都置諸死地 所以這是聽到很好笑的 是很激烈的事情 亦都發現原來我是很溫柔地說香港的歷史 雖然有很多的比喻 包括許巨民那段speech 其實是一個比喻 講很多香港的事情 亦都擺了我對過去的十年 香港故事的很多的看法 但那些亦都不如 好像近年的電影 好像《毒死大狀》 或者《犯起攻心》 甚至我自己監製的正義回郎 那種講公義 或者講香港人的情緒 是比較激烈的 比較釋放性的 我不敢說《封起時》更有深度 但《封起時》是真的需要更加有耐性 更加有一種思考才能看得到的電影 所以變成他便會兩極 但至於你問我 我的能力去處理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經常都很幸運 因為美術的班底裏 例如有雷彩虹 或者服裝有吳李露 或者攝影 是幫蔡德克巴萊 這個藝德聖導演 台灣的好的攝影師 叫做秦廷昌 這些班底沒有得彈的 和幫我合作開的丁可 我覺得班底都是很完美的 我的工作其實是把他們串連起來 特別是演員 雖然我們金像獎那裡有點失利 因為我們遲了上畫 所以很多評委未看到的電影就要投票 但剛剛我們亞洲電影大獎 梁朝偉拿了最佳男主角 所以我覺得無論表演 服裝、美術 其實他們自己都是自己發功的 很有他們的能量 許俊文那段更加是 而且還不是做搞笑 而是做認真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都很好 我覺得我這個人一生 一來就好命 二來我覺得我厲害就是 Casting Casting 其實都包含了我對服裝 美術、音樂 這些工作人員的Casting 找這些人組班 我覺得他們已經很適合做 我感覺到他們如何發揮到最大的能量 而他們最後真的做到 所以你看到技術獎 提名 或者大家現在看到出來的東西 都是我會歸功於所有自己的部門裏面 他們的專業性 和他們的 跟這麼多影響一起合作 你一定會有一些不同的 對許冠文你和他聊天的時候 你導他所謂 可能會和梁朝偉 或者和郭富城很不同 有沒有一些東西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許先生是很有趣的 因為許先生就是我爸爸的偶像 我喜歡許先生就是因為我爸爸很喜歡他 我喜歡他的喜劇 因為我有童年很美好的回憶 就是在戲院看他的戲 就是以前嘉和最早年代的摩登普彪 其實我是很喜歡他 因為我覺得他永遠是 帶給香港觀眾很多歡樂 而他帶給歡樂之中 如果你記得以前鬼馬雙星那些 其實他又會諷刺時弊 他在說很多香港人的一些心態 裡面可能有愚昧 也有很多的一些比較 我覺得都蠻大膽的 比現在香港大膽很多 他們在說某些事情 就是香港的一些社會 也是很關心香港市民的一些需要 或者他們的一些所思所想 所以我覺得當年如果真的要選特首 許桂民可能是熱門來的 所以我經常覺得 如果找他來做一部 就是講香港人的戲 可以不可以這樣 後來我有些輾轉之間 有些道聽途說 或者我認識他 我覺得其實他很關心香港 就是他看很多新聞 和他會知道很多香港的事情 只不過他比較少拍戲 有些養尊處丘 還有他一直都籌備一個 就是覺得自己要一擊即中的一部電影之旅 所以其實他這幾年 還有他很喜歡釣魚的 所以其實他有養尊處丘的 有些 所以我去找他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聊 有個這樣的角色 其實他推了我三次了 但後來我跟他說了 其實我想他去說這些事情 或者他做這個角色 其實所代表的事情 是只有他才能做到的 後來他就被我說服了 所以他那段很長的 那段又跟港督 又有些軍部 又有警察部隊 開會那段事情 其實他都有他的貢獻 因為我們寫完劇本之後 他有跟我談 即是他覺得怎樣說好一點 還有他相信 這個人其實他當時想的事情 和他講的態度 和他的意思 是這樣的 那麼他給予到這樣的靈感 我們 那這些就是我覺得 你所說的 其實有很多時候 很多人新導演 他見到一些大明星 這些這樣的前輩 或者這樣說 大哥梁朝偉 郭富城 許貫文 就會腳軟 那我就覺得 我就興奮多一個腳軟 就是我覺得他們給我的東西 我會接他 例如梁朝偉 他可能把自己人生很多的東西 放在電影裡 所以這部電影最後 他會說 一輩子都是演戲 其實很多事情他自己想的 即是他自己覺得他是這樣的 我就會把他說的東西 怎樣 可能早兩晚 大家在這裏 發訊息 因為我們在內地 拍這部電影 所以會用微訊息 有時候會一直在這裏 聊這些事情 聊完之後 就會覺得 其實這樣這個角色 就更加豐富了 就一直豐富的角色 所以我更加多的 我覺得我更加興奮 因為跟他們合作的時候 是會接招的 是接招的 可能我的人又比較直接的 或者是比較 我又不會說 我又不可以說 沒有大沒有小 但我又不會很 就是我不會很 就是有些當仁不讓 就是我不會很 我不會 就是 不會裝作 不會又要怎樣 所以我其實 會很直接這樣跟他們說 還有我是誠懇的 就是我覺得 有些事情我要坦白的 所以變成了 我覺得他們 對我都挺好的 所以我不知道 可能這也是一個 一個人的氣質 或者一個特點 令到我覺得 我跟一些演員相處 其實我挺有演員運的 我也是 那我第一要恭喜你 因為亞洲電影大獎 除了梁朝詠拿了 最佳男主角之外 你監製的正義回落 也都令到佩東 拿了最佳新演員 我知道你近幾年 都很自力去驅動 這個電影業 想幫助一些新人 現在也是在這裡做監製的 那跟我們說一下 你現在手上 你面對 你打算你會怎樣去 繼續幫香港的電影業 我都仍然會 就是上次我開玩笑 都不是開玩笑 我真的沒有錢的 我真的去借他 就拍了正義回落 我也是把我公司的庫房 就掏空了 我都需要去做某些工作 來去賺錢 去養活我公司 也都繼續 那僥倖地 正義回落的成績不錯 我們可以回到本 之餘還有微利 很多人問我 你說沒有買樓 然後又不是買回來 我想說不是 我拿了這筆錢 我想繼續去拍電影 我想繼續去幫新導演 或者我自己的戲 如果需要到資金的時候 我自己都會幫自己 那我接下來有幾個計劃 一個計劃就是 和正義回落的編劇 叫做梁永豪 她都有一個新的計劃 其實我也是很有意思的 是有些說一些弱智人士之間的愛情故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不是以前那些肥貓搞笑的 而是社會現實裡面 他們遇到困難的事情 那我這個也是一個好的計劃 我也在跟他在工作劇本 另外我也挺欣賞的導演 叫做陳瓦莉 陳瓦莉之前拍過一部電影 叫做馬達連娜 那部電影沒有什麼 受到很大的關注 但我覺得張繼聰和周秀娜 在一部電影裡面做得很好 那後來張繼聰也都演那個摘羅微塵 我覺得都是 後來都拿了那個評論學會有個影帝像 那是一個好的新導演 那我也會幫他做他的項目 就是我都會看著那些新導演 我可以怎樣幫他們 那但我的原則就是 有時候你想幫人 就是人家是不是真的需要你 還有是不是真的幫到 就是不要幫到忙 有時候就是不要管 或者什麼 是希望發揮他們的 那我現在就在做這些事情 那同一時間我現在拍一部新片 其實是說一個有個不幸的家庭的爸爸 那最後因為某些事故 那個太太和女兒是走了 只剩下她和兒子 那是說一個爸爸和兒子相依為命 一個精神病的兒子有思覺失調的 那那個爸爸是劉青雲演的 那我現在在拍那部電影 也是一部香港戲來的 那開工幾天 那應該一個多月拍完了 名字是否說得住的 有沒有名字 那部電影叫爸爸 就是叫爸爸 就是劉青雲演的爸爸 其實這部電影又會和封起時 甚至乎和答別尋味都很不同 因為它是一部很簡單的戲 就是內容是很直接很簡單的 一個溫情的戲 就是它不會是有些很重的東西 應該是這樣說 他們家庭經歷的小蟲 但是感情是淡淡然的 就是我覺得這部電影都 因為我開了工幾天 我很喜歡劉青雲 我覺得他也是很好的演員 那這部電影 我現在在拍的 我覺得和我之前的電影 那種很激烈的 又會有些不同